我与敖哥诞生于上古神界 本是一对双生兄弟 敖哥天命四生 我四灭 我修严 我敖哥 与此生为三界立心 为百姓立命 故万世太平 神界则定我为幽冥王 成为皇权的引路者 而敖哥为天宫之主 统率天界 后来 七万年前那场洪魔大战爆发 魔神明喜 与众魔冲破球边杀力的封印 而帝眷 与颐和真神 恰好入室离间 都不在上古神界 只有我和我哥 甩数万神价 下界平安 愚蠢 区区两个新人 妄图阻我 受死吧 可恶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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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云 好好护着 走 冰解之法 诸神沉睡危险 三界留我二人守护 我绝不会让你屠戮三界 终于 我以冰解之法重新封印出了救援 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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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代价是我的内丹四散于天地 奥格找到了我的内丹碎片之后 不惜为我闯进生死殿 偷走生死部 找到了在人间历劫的颐和真山 求他 以混沌之力为我凝聚内丹碎片 一和真神 求您救救修炎 你兄弟双生 但于乾坤台 私职乃天降而成 你私生 他私死 你是天地地心 生来你就长天地心 而修炎则执掌三界历劫度恶 我若以混沌之力助修炎重生 那他在殞养神力重新复活的这数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了 乾坤台将不会诞生新的历劫引渡者 无人掌管历劫度恶 三界乃至神界都将大乱 真山 那我可以替他做历劫引渡者吗 我会修炎是双生兄弟 如果我蕴养他的内丹 不输千年 修炎的神智便可清醒 到时候他可以借我的肉身掌管佣名 因我们乃双生 神力本源一致 敖哥便以他的身体为器皿 让颐和真神 将我的内丹随便聚在他体内 从此 我们一体双生 但因我是黄泉引渡者 这段漫长的修复内丹期间 无人可在黄泉引渡 参见陛下 于是敖哥自愿放弃天地的身份 来到幽冥界 代替我成为幽冥王 因为修复内丹需要大量的灵力 敖哥便修筑了修炎龙 以入宫令牌 来换三界中灵力深厚的奇珍 以此来为我蕴养内丹碎片 要不是这棵梧桐树 只怕 我俩早已支撑无处 去世权 如今阿姨也有想要守护的人吗 你从此想要守护的人 到处前 到处前 到处处前